84. 金融時報 平台或面臨清理整頓 2015年7月18日公司零六胡平本部記者胡平去年以來 在牛市催生下,股票配置業務火爆一時 然而,隨著政策風險顯然,股票配置平台或受到較大影響 7月13日從事股票配置業務的平台米偶網658金融網分別發布公告稱 從即日起,停止股票質下借款的中介服務業務 還有多加涉及配置業務的P2P平台也表示將停止或收縮該項業務 證監會動真格料 7月12日晚,證監會發布關於清理整頓違法從事證券業務活動的意見 以下簡稱意見 嚴禁帳戶持有人通過證券帳戶下設指帳戶、分帳戶、 虛擬帳戶等方式違規進行證券交易 同日,國家網信辦也發布通知 全面清理所有配置炒股的違法宣傳廣告信息 並採取必要措施禁止任何機構和個人通過網絡渠道 發布此類違法宣傳廣告信息 上述意見指出 信息技術服務機構等相關方 直接或間接違法從事證券活動的 應當清理整頓 中國證監會關於加強證券公司信息系統外部 接入管理的通知發布前的存量可以持續運行 按照有關規定逐步規範,但不得新增客戶、帳戶和資產 意見規定 證券投資者應當按照法律法規和中國證監會的有關規定 嚴格遵守證券帳戶實名制要求開納證券帳戶 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出借自己的證券帳戶 不得借用他人證券帳戶買賣證券 意見稱,對違法從事證券活動的行為 中國證監會將依法查處 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機關 營產集團副總裁 網泰資家石鵬峰認為 意見對場外配置進行嚴查 對於專門從事配置業務的 P2P平台將產生較大影響 之前幾個月的股市大漲 催生了大量專業從事配置業務的P2P平台 淡近兩周的股市動盪 也導致不少配置盤被強平 由於需求的因素 實際上配置平台的成交量出現明顯萎縮 不過,前幾個交易日的股市上漲 使得不少配置需求又蠢蠢欲動 為了防止過度槓桿化的風險再次發生 證監會此次出手較為嚴厲 加上之前查惡意做空洞用了公安力量 此次意見的威勢力和影響力恐怕不少 股票配置業務將停止 據營餐諮詢不完全統計 此前,共有四十多加 P2P網太平台涉及配置業務 純配置平台包括米牛網 658金融網、756金融網 綠合資本、泰未來、66泰等 含配置業務的平台包括P-Money 頭那網、團泰網等 其中,米牛網互聯網配置業務規模較大 資料顯示 該平台於去年9月8日上線 截至2015年7月12日 其類計投資總額超49億元 今年3月18日 該平台宣布獲得華影資本825基金 截至7月13日 658金融網指示 停止了股票質額方面的業務 數據顯示 658金融網累計投資金額達38.8億元 其他幾家純配置平台目前尚未發布相關公告 令據了解 頭那網早在一個月之前就沒有做配置業務了 P-Money方面則表示 配置是今年的短線盈利業務 目前已開始收縮 下半年的業務重點是債權類項目 團泰網創始人兼CEO唐君表示 全量業務不受影響 將不再受理新增業務 並會盡快發布相關公告 他同時稱 團泰網的股票配置業務佔比不大 總體影響有限 短期內 配置業務可能會消失 相關平台或面臨轉型 石鵬豐進一步表示 對於專注做配置的平台 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徹底停止業務 另一個是資產端轉型 此次調整 對配置平台的資產端 以及之前積累的品牌價值和投資者資源 都是一種損失 他認為 大部分配置平台會選擇轉型 但轉型最大的難點在於 資產端新模式的建立 需要全新的團隊 整個過程並不是那麼容易 短期與投資者資源的平衡 也是一個難點 市場將進入清理整頓階段 股票配置的政策風險已經顯現 做配置的平台都會受到影響 估計之後會有更多平台停止該項業務 市場將進入清理整頓階段 營產諮詢高級研究員張葉霞表示 場外配置勢必會受到嚴格的監管 這也有利於金融市場的穩定 張葉霞分析認為 股票配置業務本身大有一定投機屬性 隨著監管曾對場外配置進行規範 符合監管曾要求的配置平台 仍有發展空間 P.Money聯合創始人胡申表示 股票配置業務早已有資 但其監管有待加強 此次證監會清理整頓違法證券業務 有利於規範配置業務有序發展 股票配置業務與P.E.P.的結合 打破了傳統配置業務空間、地域的限制 提升了資金流向的透明性 這是它受歡迎的重要原因 唐君認為 對於P.E.P.平台而言 業務太單一就一定有風險 也有局限性 應注意產品的多樣性 這樣就不會有平頸 應隨時根據市場的變化適時調整 P.E.P.平台必須以借貸為核心 服務中國的實體經濟,這才是國家想要的。